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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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的 殺人的 動手打人 把我們三兄弟打傷了 哼 就憑你三塊料也敢和花我卻動手 我們挨打四小二人鬼我也沒受損失到 小一個啊 你要替我們主持攻打 好啦好啦好啦 下次見到這個小子 我會對付他的 我們不小心又找一個 請一個帶我過去一趟 知道了 好懷念喔 又回來了 好我先身旁 欸身邊有一個女孩子叫何路 我找到把藥方給忘了 若是不想發病 這個東西向未建議請安就對了 我騙到現在還在騙 大家都在喔 嘿嘿 大家瞧瞧是誰回來了 不但我們的小模型又回來惡人骨 又毒魂鬼也回來了 還帶著一位標誌小姑娘啊 各老子弟 你們幾個老混球各好啊 好得很啊 惡毒鬼 神奇連不見 什麼風盤也吹來的 嘿嘿嘿 小魚啊 這鬼靈驚啊 在外面繞著天方地覆 我就想跟人來看看 他怎麼害他你們這 烏鬼王八蛋你 別提了 當初小魚兒出國去 我們可是希望他害別天下 所有人再回來 怎麼樣 小鬼頭 有目的達成了嗎 司馬燕的頭像好像不太一樣 托各位 叔叔伯伯阿姨們的福 小月 遊歷江湖 驚險刺激 還沒害過人呢 這次回來 是向各個長輩請安的 小月的嘴巴都填得緊 難過江湖上傳言 你這一趟 出谷大大打響的惡人谷的名聲 還害好幾個女孩為你針鋒吃醋 哼 才沒有呢 傻瓜 又沒人說你 你還真正應聲啊 還有 問你 魏無心怎麼了 聽說你把江別赫鬥倒了 是也不是 魏家大哥知道江別赫是火焰王的幫休 而火焰王則是他的殺父仇人 又是接江別赫的內幕 一場惡仗下來 不信歸心 我總不能說他是為了 示惠那好和尚阿姨長才掛了吧 好啊 兩個出谷去 只剩一個回來 魏精靈不哭死才怪 你等會各位去好好安撫他 免得天天鬧情緒 徒步有練 小魚兒遵命 你的武功緊張啊 小魚兒日夜修煉 不敢有負吐伯伯伯伯的教誨 功夫不好 就像魏無心一樣躺著回來 待會來我房裡 是 不會是殺老虎了吧 還是我有幸升級 早是怪物來對付我呢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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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哪裡 去苦苦苦家找衛精靈吧 好啊 再去看看這衛精靈長得是什麼樣子 嗯 喔 要離開再找他 骨口的上位老徒變態 快進棺材臨氣 還那個小女孩 進出出他的屋子 欸 什麼 喔 我的房間還是很乾淨是嗎 真假還要跟他打了 嗯 不對 我的頭髮可沒有那麼長 好啊 我不在鍋裡這段時間 有人拖著我的床 好像還是個女的 長長的頭髮到底是誰呢 未經一面子想念我 到我的床鋪上懷舊一番 不良栽主的女兒暗戀我 到我床上來體驗一番 我會嚇到阿婆 媽 我不要 還是 但是 反正這個空閃也沒用 去找嫌疑放一聊聊就知道了 這直線就對了 嗨 大叔你好 總不去點個餐用用 別磅果 我再打人 去繼續 中獎啦 有新的肥養可以載 大叔 你叫什麼名字啊 再問的是怎麼如此地多 這是規矩 規矩 好 我叫殺虎太順霸主動 殺虎太順 嗯 這個名字不錯 你能殺過幾隻老虎啊 這 呃 這 我殺過好幾隻老虎 都未叫殺虎太順 你一隻老虎未殺 卻叫殺虎太順 這起飛太不公平了嗎 你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弄得這番丟纏下去 就怪我不客氣 瞧你這幫要吃人的樣子 這麼緊的幹嘛 這不過是規矩而已 規矩 我怎麼沒聽過惡人骨 有這麼的規矩 誰說這是惡人骨的規矩 那麼這 這是我的規矩 好 你玩我 我在這 你瞧不見嗎 混蛋 別著急 慢慢來 我在這 非砍死你不可 加油 再加油 不對啊 比我進惡人骨那幾個人功力加起來 沒這小鬼高 你 你 你到底是什麼人啊 你雖然才進惡人骨沒多久 但我的名字 你早該聽過了 這種連結 對我這番功力 絕對是有名 有性的人 難 難道是 你 你就是江小魚 對嗎 我早說過 我的名字 你一定早就聽過了 天啊 我怎麼得上這小模型 送上個千交代 萬交代 叫我不要招惡香小魚 這 這叫床貨啊 你現在心裡一定七上八下 因為 一定老早就能警告你 不要招惡到我 你卻偏偏犯了 正在欄尾不知道如何是好 對不對 呃 呃 嗯 不過 你不用這麼擔心 殺人償命欠錢還錢 你不過是得罪我而已 趕緊陪著珍奇之物給我 就可以消消氣啦 送上個搜狗 這小子打你足利時 最好是讓你通醫了他 命的後患無窮 但我這次充滿劍太好 逃來二人骨 身無掌握 就只有手中這本寶刀 難不成這樣給這小模型 想清楚了嗎 唉 罷了 這小模型連我心裡都想什麼都知道 哪里是他對手 寶刀 是我從古外帶來的 還請魚兄檢驗 一把破銅爛鐵 唉 算了 看在你出入骨上 沒有什麼好東西的份上 就將就一下子吧 呃 多謝魚兄小娜 紫薇符龍刀 這算是一個好刀吧 你來晚了 魏精靈不知道從哪聽到他哥哥死的消息 就哭著哭著跑出去了 看來三位老頭那 最有可能 那我去找他 慢 你等會見到他死 莫要提到火影王的事 就說仇已經爆了 美得他多想 我剛才在客棧沒有提起鹽魂們的事喔 原來他們早就知道了 這也難怪 這件事江湖上早傳開了 不知道伯伯們阿姨們會怎麼想 我自己理會得得 小魚兒去了 唉 小魚兒快變成大鯊魚了 吐咕咕 什麼事啊 吐咕咕 小魚兒今兒回房休息 在床上發現一隻長髮 會見你跑到你那裡去了嗎 應該不是吧 那你和我說幹嘛 這件事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小魚兒回過房間了吧 還是這裡的狗窪好對不對 你說我初步期間 我的房間是禁止記錄的 對啊 哈爺親自說 沒有人進去啊 哈伯伯這樣說 怎麼會有人進得去 我知道了 哈哈 我這個飯館 香味俱全 講個公道 你可不可以讓我放話 哈哈哈哈 笑伯伯說下 小魚兒才回二人谷 連各位叔叔伯伯們的招呼都還沒打完 怎麼可能亂放話呢 笑伯伯不知道在想什麼 一回來就和我講這個 莫非 要提了咧 哇 我不知道哪叫姑娘 喜歡你 跑到你床上去等你啊 我不想 haunted 小魚兒 可是少年阿爽 好 再去找 塗 塗焦焦 應該是這樣子吧 這樣子對吧 翡翠戒指都拿到了 OK 好這邊對話就換了 啊 而且哈伯伯知道這件事之後 好像也很緊張呢 屠谷不說話的時候 也要小心 你知道多少了 要什麼 儘管開口吧 慘 真的是這樣 原來真的是哈伯伯和屠谷不 唉 這下花到他們的大雙八了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放過我 現在欺負難笑 被撞一下不可 咳咳 小魚兒的嘴巴是很緊的 只要屠谷不和哈伯伯一死一死一下 小魚兒就什麼事都不記得了 是嗎 屠谷不看小魚兒從小長大了 當然知道小魚兒不會亂隨便胡說八道的 很好 那就趕快忘了吧 OK 天啊 哈 哈 蛾 跟 圖 敲 呵呵 幹 何 串 雷叔叔 íem 東 還 你回來了 路上辛苦了吧 都會從小吃你老的劍不要菜 這點路根本不算什麼 那就好 旁邊這個女孩是 這是路上結交的朋友 小仙女張青 朋友 是女朋友 是這樣啊 我最近要力大有進展 以解的佛皮泰 佛姬泰來的妙處 有沒有興趣聽聽 僅天萬叔叔的教會 你可留意到草木冬春生 休春生種子的枯萎的蠶子上 生長特別快 許多食物非死不能生 我發現這個道理之後 顏值的一些讓魂魄佔泥的藥 可以讓不再發芽的種子再生 連瓶齒動物的喪事都大為改善 那這些藥物對人有什麼用呢 若是以武功來比方 即使是功力全食 只要基礎打得好 連失去的功力 都有可能再度回復你 萬叔叔實在暗示我 厭伯伯的傷有救了 可惜這個藥對我沒什麼用 孩子 這個藥是可以死成 已經死了九成的人用 正常的用 做什麼呢 說得也是 哪天跟我快死了 再用這個藥吧 嗯 好無聊哦 只顧著還要你說話 萬機招待小姑娘 不囉嗦了 那小姑也告退了 萬叔叔保重 老爺子 小魚我回來了 向你老人家請安 哎 一回來就帶個小牛來 讓個小女孩會痛哭 老爺子說笑了 無塞少我也精靈的 還好是個小女孩 不然掐死你 小魚哥哥 我哥哥呢 怎麼死的 唉 他 他 怎麼回事 平常我變謊話 比喝水簡單 現在居然說不出話了 這 這幫渣死怕 是你大哥臨時前交給我們的 哥哥 哥哥 別 別哭 別哭 你大哥很英勇 你修練過 無論的江別賀 都不是對手 姐姐 我們的仇人 不是會無雅嗎 那大哥為什麼要和江別賀 決鬥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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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比赫竟然打不過你 那大哥為什麼還會死呢 呃 呃這個啊 那姜比赫的武功很歹毒啊 連大哥中了他的遺跡啊 初始看來沒什麼 其實長的經理帶毒 時間一久毒箱散開了 就沒得救了 哥哥 你死得好慘 看來我這個皇城蠻差的 除了魏經理以外 也不會有人相信的 好位子別哭別哭 你大哥已經報了仇了 我不要報仇 我不要報仇 我又大哥了 唉 姜比赫這個混蛋裝得真相大俠似的 連我都吃怪上當多 不要提魏經理這把傷心 我自己最想找完算了 姜比妹子 我一定要替你大哥報仇的 小羽哥哥 我不要報仇 大哥已經走了 我好怕你也會死去 我不要報仇了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好好的活著回來 而且替你大哥 好回的公道 真的 當然是真的 那要打勾勾勇 不許耍賴 對對對不許賴 我和你打勾勾吧 小羽哥哥 謝謝你 不知道專精會不會宰了我 哼 那我不是看他在蝦女孩的份上 只有打勾勾清嘴的大罪 一定要你十倍奉還 好啦 我們去替他打個報仇吧 我老頭子累了 想清淨一些 你們走吧 好這邊有支線 小羽頭 無事不能三寶殿 你來這位要幹嘛 前扯 神馬大叔 我看你這貨物好像沒有出谷錢那麼多 怎麼回事 小羽頭 你眼光立得很啊 谷力可沒多少銅礦鐵礦 我賣了這些東西 但是有谷外進來 最近不知谷外出了什麼狀況 貨都進不來 我這裡當然越賣越少了 你是說 谷外有人願意把貨賣給我們惡人谷 這裡有什麼稀罕的 莫說這裡是惡人谷 就算這裡是炎王店 只要有錢可賺 照樣會有人來做買賣 難怪司馬也老是怕別人搶他 的獨家代理權 原來是這麼回事 小羽頭 玻璃就是屬你最機靈 替我叉叉的到底發生什麼事 司馬大叔不會虧膽你的 什麼叫做不會虧膽我啊 欸大叔 道上活了這麼久 當然要知道把話講清楚 怎麼能欺負我這個後生晚輩 那是當然 如果你能 能夠找到貨源部署的原因 我又送一個全套加9的武器 加開甲 這個條件不錯吧 什麼 好啦好啦好啦 是總是只超過3萬兩的 以上武器和開甲 這樣可以了吧 勉勉強想啦 不過司馬大叔交代也是 小魚兒多少會去幫忙看看的 還沒 好一陣子沒回來 大叔最近有哪些好事說來聽聽 還不是一樣 我只做小買賣 大買賣 全面被駝子搶走 我本也以為駝子 連老一轉 就是想做大買賣也有心無力 誰曉得他最近好事回光煩躁 漸漸買賣都不露光 嚇了我好多生意 三萬老頭已經借一大把 要那麼多財寶幹嘛 嗯 嗯 魚兒啊 有沒有興趣 我只要讓頭子 將哪些銀貨存在哪裡 你去動手 我只拿三成就好 好全焦 魚也爽快 頭子的紅貨其實沒有換在家裡 只換在塗膠膠那裡 塗膠膠 為什麼 當然是因為 我已經那女娃 小女孩不懂事 否則利用他轉換藏東西的力量 安全的 原來是這樣 看我的吧 好 這邊有三個 問題 三個 那個選項 誒他還在家裡 你有沒有隨意放東西 見過 這 哪裡 是衛精靈替塗外老頭藏的 我看 更不是塗外老頭送的 我該怎麼辦 裝作沒看到 來回去給他憋山 土姑姑 向精靈妹子說一聲 這盒子 我借用一下 你可不准把他弄哭 好走 帶回來 怎麼樣 到時候了嗎 你的情報真準啊 果然常在塗膠膠家裡 那當然 和我合作沒錯 如果是交給衛精靈呢 記得 寶物不要隨便放在家裡 那是駝子爺爺送我的玩具嗎 玩具 那是你不是貨 這些東西太像真的寶物 在我的地方藏起來 免得別人誤會 好嘛 我知道了 就這樣 哼哼 幹嘛 哼哼哼 你有什麼事 只是說不用 哼哼哼哼哼 我每次換到衛精靈那 發現他家裡有一堆寶物 聽說是你送給他的 是也不是 就好像我送給他 管你什麼事 跑來這裡 哼哼 老頭子你越回越回去了 你說他寶物原本是好力 但惡人鼓裡 人人都有心眼 誰知道這事一旦出了手 豈不是害了衛精靈 這 我倒是沒想過 如果不是我提醒你 你就愛之世主 以害之了 把東西拿回去 這 真是 我只是想打好他 沒想到去差點害了他 記得 形勢不要太遭遙 不然你哈哈爾特 在你掃地的阿火 都會吃出來 好 就這樣 杜伯伯伯好 好久沒看到杜伯伯了 哼 杜伯伯的名號 至今在江湖上 還是響亮的很 誰都知道杜伯伯是惡人的榜樣 不要學一般的無賴小丑 這人是 替他做啥 武功好人 武功好 任誰先話 都不敢說一句 你 準備好了嗎 小月好久沒接受杜伯伯的訓練 早就準備好了 不知道這是什麼玩意兒 老虎 獵豹 還不成是隻 或成駕駛的妖物 老杜啊 老杜 我小月的武功 早已大盡 你一定會大大吃驚的 你一定會大大吃驚的 好了嗎 你們兩個 一起上吧 蛤 欸 我沒有看到老虎獵豹 或什麼妖 妖物的啊 什麼妖不妖物的 你這次的對手 就是我 是 什麼 和杜伯很夠張 你狠不狠 下心我管不著 我對你 你 不會客氣的 老杜完真的耶 老杜完真的耶 小月 我來幫你 結招吧 哇帥喔 欸沒東西偷是不是 欸我打他是不是很痛 欸這個沒東西偷嗎 你有這麼爛 還真的沒有耶 好吧 欸其實蠻痛的 欸 笑秒殺怎樣 一擊就死了 杜伯伯 你已經出事了 以後 不用再玩這把戲了 那是杜伯伯教導有放 而且是兩人合力產 他生氣了嗎 他生氣了嗎 沒有 他就是個樣子 哇 這個是好像把老杜搞火了 有機會 點下他賠罪 我覺得應該不是搞火吧 我覺得 一一 一杜薩的個性應該是 他終 小月終於 武功大盡 這樣子吧 走開 我現在不想看到你 滾開 不要惹我 你想死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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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你氣了 求求你快走開吧 欸結果還真的在生氣 呵呵 你還真的在生氣 好 萬叔叔 你還沒出國啊 閒來無事 倒數晃晃 想看看萬叔叔有什麼要交代的 這樣啊 你幫我在郭屋裡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隻一隻豬 我配鑰匙 用到 小月如果找到 就會拿拿給萬叔叔的 那就擺脫你啦 欸他後面說什麼 如果忘了 你應該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如果找到珍珠 難道 這不就是了嗎 太好了 就是這個 萬叔叔用得上就好 來 這裡有個單欲摸 你拿去用吧 對配藥有幫助的 多謝萬叔叔 嗨 惡骨鬼 怎麼樣 你事情都辦得嗎 那好 我在這兒喝酒喝的悶 準備出國去 對啊 對 當風的觀眾都 都出過 都已經在出社會了 所以隔天要上班啊 沒辦法 怎麼大家都來了 不得了啊 各位鎖子婆婆阿姨們都到齊 是要未來小魚兒送行的嗎 錯了 那倒未必 送你出路之針 要你辦一件事意思針 啊 不是一件事 是兩件事 這兩件 就是想滑走才辦得到的事 越說越懸了 各位長輩們竟然有備而來 小魚兒就想賴掉這差事 好像也辦不到 小魚兒就洗耳恭聽吧 聽好了 二十年前 我們幾個被逼入二人谷裡 那時情勢十分危急 大家走得萬分倉促 所以有許多重要的東西 都來不及帶走 不錯 幾位長輩縱橫江湖多年 自然不會是身無掌握 二人被我們喬得上癮的東西 自然也必定珍貴得很 你知道我們在江湖上根本沒有朋友 只有十大二人中另外幾個人 勉強可以算是我們的臭味箱頭 這點我們當然清楚得很 所以我們只有將東西交給他們 這其中我們最放心的 就是 迷死人不償命的小咪咪 放屁放屁 你們居然不找我 真的是不夠意思 別人若是真的把東西給你喔 只怕你會輸個金光 不錯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我們不敢找薰原三光 哥老子弟 你們不夠朋友 最後你們把東西交給誰了 我們雖然最信惡小咪咪 無奈這人難找得很 所以我們想來想去 就將東西交給那歐陽兄弟 什麼 你們不交給老子交給歐陽兄弟 他們倆根本靠不住 一個臨死不吃虧 一個偏面占便宜 我們不將東西交給他們 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好 娜史姆雖然想到這點 但歐陽兄弟平常最怕的就是 從不愛上人家便宜 只要愛殺人的杜老大 所以早晚死 認為他們絕對不敢將東西吞沒 誰知道這兩個兄弟一打算盤 想讓杜老大 即使逃到惡人骨不敢出頭 為何還要怕他 竟正將東西吞沒下去 我就說嘛 你們找錯人了 哼 各位長輩和我說這麼多 無非就是要叫小魚兒去找這歐陽兄弟咯 小魚兒最聰明 就是一點就通 那你們總得告訴我那些寶藏啊 後來我可沒辦法和這對歐陽兄弟對峙 這個你不用擔心 只要你找到他們 然後讓我們來得起感到就可以了 我們這兩個辦法將我們說出東西在哪裡 讀本的事我是不會做 你們寫說第二件事是什麼 我聽聽再說好了 第二件事你一定肯做 不錯 無論如何 我們只能看到櫻花宮的五旋秘籍 那就心滿意足了 那這第二件事 就會叫我去偷櫻花宮的五旋秘籍 就是這樣 你一定辦得到的 天下間如果也能辦得到 那一定就是你啦 這兩件事還真不好辦 如果你辦成了我們幾個有的寶物 你要幾樣就拿幾樣 以後來這反骨白癡 我也不會趕你 我的五系列全面開放 你順手的就拿去 還有圖紙的道具店 夠了 記住 找到歐陽兄弟 拿到名譽功的武功兵器 再回來找我們 行啊行啊 有杜伯伯這裡就好去掛了 那小月兒要再度出谷去囉 我跟領這小鬼頭 去哪我都奉陪 真好 但他這谷裡悶死了 小鬼頭 祝你好運 各位小妹們 鼓勵的大小壞人們 小月兒又要出谷了 再見